哈喽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黑糖全麦吐司 提前一碗要先把全麦粉和水混合以后泡一个晚上 我是买的这种黑糖块状的 所以要把它先打成粉末状才可以揉进面团里 我用的是美善品 10秒钟速度10 打完以后就会变成粉状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揉面了 加入除了黄油以外其余所有的材料 包括前一天晚上泡的全麦粉 先用低速混合一分钟 确定它里面没有干粉以后 使用美善品的揉面功能 先揉6分钟 6分钟以后面团已经成团了 然后有一些筋性 可是还是比较粘手 手上会粘很多面粉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黄油 再揉面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你看面团 它虽然是全麦的面团 但是它还是很光滑的 你扯它的时候会发现它很有筋性 会很难扯下来 然后它破洞的地方是光滑的 说明面团就完成了 取出面团以后在桌上摔几下 把它团成一个有光滑表面的面团 然后就可以拿去进行第一次发酵了 第一次发酵最好是在26度左右 发到它体积变成两倍大 一发完成以后把它取出来 光滑的面要朝上 然后分成6个小面团 分的时候稍微撑一下 每一个面团都应该差不多大的 然后把它们都滚圆 你看这个时候面团就非常的不粘了 手是很干净的 然后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取一个面团拍扁 擀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翻面 翻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刮板 如果它粘在桌面上的话 宗旨就是不要拉扯面团 然后把它从上而下卷起来 6个都卷完以后 再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取一个面团 还是一样拍扁 然后擀长 擀的时候左右的力道要适中 上下使力的时候也要适中 不要拉扯面团 然后要把它擀成一个粗细比较均匀的长条 再翻面 从上而下把它再卷起来 因为你擀长的时候它粗细比较均匀 卷起来以后 这个卷它也是应该很均匀的 不会突出来凹进去什么的 6个都擀完以后 就可以把它们放进吐司膜里面 进行第二次发酵 第二次发酵 然后盖盖子就可以进烤箱了 385华氏度烤25分钟 烤完以后拿出来震一下 震完就可以脱膜了 这个吐司它的颜色比较深 因为它里面有全麦 有黑糖 还有蜂蜜 所以它的烤色比白吐司会稍微深一些 但是也是很漂亮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也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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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